Hello,大家好,我是十三,一个爱花的人 两三天没有更新视频了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月季 三木箱架的月季 前一段的话,我发了一个视频 发了一个视频,看到有一些花友的评论 确实是有一些尴尬 因为确实是,怎么讲呢 我说我福建,我们纵检了月季以后 月季现在再回复了慢慢 但我看到有一个花友的评论 但是这里我是就不截图上去那个评论了 他的评论就是回复个毛线 已经开始休眠了月季 然后我也直接回怼了他 直接回怼了他 我告诉他,祖国很大,地域很广 然后每个地域的温度都有差 所以说,说话之前我们还是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所以说,不要认为你在湖北 然后湖北的月季是什么样子 我们在福建,福建的月季是什么样子 所以说我跟华友们分享的 可能是更多的是关于我们福建 广东华友养月季的一个方法 这边我们嫁接的几颗三木箱的 这种出装月季 今天两个想给华友们说一说 这个我们是嫁接了一年多时间 一年多两年时间 现在当然它恢复以后呢 这逐渐的在一个开,这是一个火焰的品种 火焰的品种,这个品种的优点就是花期长 它开完以后可以说开起来以后挂在那里 特别是像这个天气的话 可能说会挂的差不多二十多天时间 它这个花不会泄 这个修剪的不是很好 我们看一下,层次不起 层次不起,我们这个其实是我当时 关于这颗苗,我是打算做个实验 先修剪 所以说可以看到它现在在复花 然后这些还没开始复花 因为这些比较晚 这个我们就整整齐齐修剪的比较平整 这是一个卡罗拉品种 也是一个切花品种 包括我们下面几颗也都是一些切花品种 月季这种刚出来的红叶 看一下这个就是它开花的枝条了 还有就是我们说一说 关于这个真木崖 我们嫁接以后真木崖 像这个伤口愈合 要看地域 有些地域它愈合比较快 当然还要看品种 有些品种愈合比较慢 你像这个品种它属于微月 微月的话 阳台系列微月品种 它愈合就没那么快 我们像这颗就愈合的比较快 它枝条也比较粗壮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颗价节比这颗还晚 所以说这颗更晚 但是它愈合的更快 包括我们下面这些切花品种的话 彻底已经愈合了 价节的时间都比较晚 这些都彻底愈合了 所以说这个品种 当然是有一定关系 它开小花 那个是开大花 长势不一样 刚开始我们这些真木崖 我建议的话 每一年到两年时间 这些真木崖长起来 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 不要给它处理 夏季如果说你没有遮阴的话 夏天一定不要处理 留着这些真木崖 给它长 就是前夏天说实话 在我这里 它就是一个保命 这四五颗这种三木箱架节的这些月季 在我这里是全日照 夏天的时候没有动 在这全日照 陪这些三角没一起成长 但是它基本是将在那里不动 并从害不要紧 关键是它彻底是休息了 它能没死 没死的话 全靠就是它是三木箱架节 它杆子足够出营养也足够 如果我们棚在月季 我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板上 夏天暴晒的话 它估计已经挂掉了 但是我们这些三木箱 它重活了 没问题 包括棚也比较大 所以说我想说 这个月季架在三木箱上面 还是有优势的 还是有优势 包括蔷薇都不行了 蔷薇我有几棚 把它到这里都不行了 所以说我很多时间都把这个 来价格到三木箱上 把这些月季 前期大家养 养花一定要搞清楚 一个地域的区别 我们在广东 福建这些养花的话 养月季的话 是不一样的 因为月季 它这个休眠时间比较长 生长时间比较短 在我们这些地方 南方的花友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注意 如果是三角煤的话 大家也知道 在我们南方生长比较长 在北方生长时间比较短 这个就是一个地域的关系 所以说今天分享的 就是说月季呢 现在已经恢复了 开始在恢复生长 我们就是说 不管盆栽还是价格的这些月季 前提就和花友们说一说 千万不要着急 这个三木箱价格月季 没那么快 如果它根系长报长好的话 起码是在 真正可以稳的时候 是在两年时间 两年时间 前期我们一年之内 不管怎么样 节随长的量 包括都不敢说成活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们分享一个 这个关于月季 三木箱价格月季的 这样一个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